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但我感觉他根本没有以前爱我了 我为了他身心都受了伤 但他却对我一点都不好 毕业以后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变少了 他不但不理解我还总怀疑我 他不停地无理取闹让我真的很累 他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也不在意 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理解我 如果天天陪他这么吵下去 我们俩早就吵成仇吻了 我们的恋爱怎么谈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男22岁来自天津护士 小吴22岁来自天津学生 欢迎两位啊 学护理的是吗 对 这职业特别好 你这是学生 你学什么的呀 小吴 我是中奥专业的 这不是郎才女貌吗 多好啊 今天为什么来呢 这是我想来这个节目的 我感觉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一点都不爱我 她怎么跟不爱法呢 能不能给老师们介绍介绍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无论什么时候 他就秒回我的信息 现在他在回我信息 那简直就是轮回 800年不再回一次的 有一回主持人就是 我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 过了一会儿 我也玩会儿游戏 我上那个游戏之后 我发现他也在游戏界面上 还开局了十分钟 好嘛 你这儿不接我的电话 从来打游戏来了 我就点击去看了一下 因为他那个游戏ID 叫我想静静 有一个一块儿跟他打游戏那个ID 叫静静 我想静静静静 这不是情侣的ID吗 我就琢磨感觉不太对劲了 之后我就看他那个历史战机 跟这个ID静静这个ID玩的有五六把游戏 合着你跟别的小女孩一起打游戏 静静是谁 我怎么知道静静是谁 上班以后我就放弃玩这游戏了 把我号送给我朋友了 当时我那个时间我也不可能玩游戏 他就不听 行 那这事解释清楚就好了 是啊 可是当时我不知道呀 当时我以为他跟别的小姐一起打游戏了 我就一直可以打电话 我当时整个人都炸了 我就一个一个电话给他打 打6100来通电话 我先听那个手机踩铃声我都要吐 那我让你给我打那么多电话了 我让你听那么多变铃声了吗 那怪我吗 那我当时不以为你跟别的女生打游戏了吗 这是这个事 那万一我要出别的事了呢 我要紧急情况什么的呢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那你要真有那么多事 你能给我打100多个电话吗 你看看主持人这说的是人话吗 后来过了好半天给我回了一个 把那个态度说什么事 我给他打了100多个电话 他就这个冰冷的态度 问我这么冷漠 不然怎么说呢 怎么呢 不得焦急一下吗 那女朋友给他打了100多个电话 是是是是 那可不嘛 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他上来就问我静静是谁 我怎么知道静静是谁呀 后来他到急了 最后直接不接我电话了 给挂了 那我跟你解释了你听吗 我跟你解释了你还给我吵架 我还吵不过你 那我 我想等着你气消了 我再过来哄你了 他可好 直接给我删了 那我还怎么办呀 那我不听你就不解释了 你怎么那么听话呢 一生气我不给他删了嘛 删 到晚上12点多了 他还不给我夹回来 他都不给我夹回来 这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这是 我在大晚上找他去了 凌晨一点多 我去他们宿舍楼底下找他去了 他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 还是轰我吧 我轰我先往后 那我怎么开心 大晚上一点多他来找我来 那我都已经睡觉了 然后你过来找我 那我和解 那你那是和解的态度吗 你怎么说话都要 那你就推我是吗 我俩在几天吵的时候 吵的可能激烈了 他咔就推我 还要把我轰走 我就说行 你不让我走吗 那反正凌晨一点多了 你让我走 你要不怕我危险 那我就走回去 反正路上车那么多 对吗 我本来说这话 我是想吓唬吓唬他 他可好 他听了这个话之后 他见比我还嚣张 他说你跑吗 我也跑 我拉着一块跑 他拉着我就往前跑 他个头那么高 跑那么快 拉着我说 我根本就跟不上他的步伐 一下我就闯了一下了 当时我的脚受伤了 鞋上还有地上都流血了 我就去医院缝了三针 这个留了证据 你们可以看一下证据 是有证据照吧 这儿 对 你看看 都是因为你 这都是我对你的好 我对你刻骨铭心的爱 你还这样对我 这是脚是吧 对 当时就一下刻地下了嘛 缝了三针 后来我从医院出来 得有三四点钟了 主要你知道他做的事 多没心没肺吗 他让我自己 一个人打车回去 他弄我说 转天我还工作呢 我得找找回去睡觉 凌晨三四点钟了 我从医院里面出来 我缝了三针 你让我一个人回去 你可真有心 你就不怕我出什么危险吗 那我不是送你去医院了吗 我说我给你打车 让你回去之后 给我报个平安 那我也不是不关心你啊 主任我来找他 我求复合 他情绪比我还激烈 弄得我脚受伤了 都还让我自己 一个人回家 所以你说你闹什么呀 对不对 我觉得特别委屈 我特别不甘心 我觉得他对我真的太冷漠了 那你大晚上来找我闹 那我晚上我不用兄弟吗 我不用睡觉吗 不夸我跟他谈了一年多呢 是是是 这个处理得不大啊 而且这种情况 已经不止一次了 主持人 就是把我一个人 抛在外面 让我受伤之后 不还我这种事 已经不止一次了 还受过伤呢 为啥呀 我觉得我也够倒霉的 跟他谈恋爱 我光受伤了 谁让你受伤了 就是我俩都比较忙 那段时间 已经两三个星期 没见面了 我去找他 我六点多 到他们医院楼底下 我刚给他打电话 接下来之后 他说我在忙 哗就给我挂了 都没有给我回嘴的机会 就给我挂了 我当然我都懵了 我过了一会儿 我又给他打了一个 我说我在你们医院楼底下 我想今天出去吃吃饭什么的 他说我在忙 你先回去吧 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大老远来找他 那我不就是想他了吗 我俩都两三个星期 没见面了 我就想给他的惊喜 他让我回去 你想想主持人 我能回去吗 那我当时就是 没有办法接电话 那我刚到来多久呀 那我不是很多东西 还不会吗 我得学呀 我自己没做完 后来怎么解决了呢 后来呀 我等了两个多小时 他下来了 大冬天都那么冷 我穿得可薄了 我等了两个多小时 他下来了 下来之后 跟我说话不到半分钟 你让我回家 你可真行 哪有那么夸张 那我下去之后 不是说你闹脾气之后 你不想吃饭了吗 然后你就要走啊 我要不想跟你见面 不想你 我能等你两个多小时吗 那你想想你提前 你动动脑子行吗 你为什么提前不告诉我呢 我不说你自己不会想吗 你这个脑子刮的 是长什么用的呀 我都服了 后来一股气我就走了 我一边走的时候 我真的我一边走 我一边难受 我真的太生气了 就一股气憋在这儿 本来我就不会喝酒 但我太难受了 我也没什么朋友 我就自己回家的时候 带了瓶酒回去 什么酒 都干了 什么酒 那个白酒 小瓶 我本来就不会喝 当然喝完我就懵了 我早上醒了之后 我看那个瓶酒瓶都碎了 完全滑了我腿 还是我胳膊上 都是口子 我都不知道什么个情况 就是滑了我腿上 都是口子 早上醒了 我就把照片 我给他发短信 我说我受伤了 你是他自己住是吧 对 我自己住 因为一些家庭的原因 我自己住 早上我就给他发信息 我说我受伤了 他连理我都不理我 我自己又一个人去的医院 那我当时不是没看见吗 后来我不是 给你打电话了吗 你当时没看见 那我要死了呢 他就这么冷漠 虽然是我自己 表情化伤 那不都是因为你吗 您听听 那是不是作呀 那我让你喝酒 我还没让你喝酒 你不为何你还作 这都是我对你刻骨铭心的爱 你说我作 我觉得从谈恋爱到现在 他根本就是不爱我 不珍惜我 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醋 一次醋都没吃过 那他就觉得我不吃醋 就是不爱他 那我废得跟你一样 我吃你的醋 回来之后 我就给你大吵一下 嬰嬰嬰嘛 那你基本就是不在意我 我那么在意你 所以我老吃醋 就是这样 你那么在意我 你就那么多吵 有一次我为了他吃醋 我诚心的你知道吗 那时候毕业典礼 我跟我们戏笑草 照张照片 我又搂着他 我诚心发个朋友圈 主要你知道他多没心没肺吗 他不然不吃醋 我还点赞 那你发朋友圈不就是让我给你点赞吗 之前就是发朋友圈我不点赞 然后他跟我吵架 那我现在还点赞了 你怎么还跟我吵架 你说句实话 当时你看到那张照片 你心里真实想法是什么 那真实想法不就是 同学之间拍合照吗 看见了吗 单纯的孩子 心就是那么大 他相信你啊 在台上你现在可说了 又相信我了 又听我的话了 那我不让你去酒吧的时候 我也没见你听我的话呀 你在这上面台上说的倒是真好听 我跟他因为去酒吧这个事 我已经吵过好几次家了 谁去酒吧 他去 我本身我就不会喝酒 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 我就想着我要避嫌 我不喜欢去那种社交类的场合 挺好挺好 对我觉得我做得特别好 他都没要求我 我都主动这样 我就想着避嫌 我要给我男朋友安全感 他可倒好 我跟他谈恋爱了 但现在他不但去的次数没有少 反而增多了 那我自己有点自己的空间 你不喜欢去 那你就不让我去 年轻人吗 谁不想自己要点空间呀 明白了 你有爱好吗 别老说他 我有爱好 你爱好什么呀 我就那么一点点的爱好 他都不配合我 不是 你什么爱好 我就是喜欢跳跳舞 我之前看那个抖音上的 小主播节什么的 我也会跳舞 我想我也开个直播 但是我跟他谈恋爱 我又不想让别的男生 看我跳舞什么的 我就看那个抖音号 我让他看我呀 我就当主播 就让他 不是 那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吗 我每来一个 我就给他踢走一个 来一个我就给他踢走一个 拉黑 我就想让他一个人看 你这直播开的 就让他一个人看 那可能吗 他都不配合我 他还说我这个想法有毛病 就让我看了我一次完之后 就再也不配合我了 还说我神经病 他搞直播 让我自己一个人看 那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呀 他让我给他刷礼物 给他评论 一个人看还不好 让我给他发 一个人看 你在家里跳给他看不就得了 那感觉能多不一样 那多没有情绪 那在那个直播上 我当一个主播 还给我刷礼物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好玩 我一个人 也有点那种自豪的感觉 他都不配合我 就那么好玩的东西 都不配合我 还觉得我有毛病 那不跟过家家似的吗 不是 又不幼稚呀 发给谁看呢 就发给你看呢 让我发给他看 就发给我一个话 我截图 我发个朋友圈啥子 那你想要什么礼物 我直接给你买不就行了吗 那能一样吗 我是想要礼物嘛 你懂什么呀 一点情绪都没有 那你要喜欢你就播呗 那反正你又活不了 有什么呀 就是你看看他说话 什么叫我也活不了啊 万一他火了呢 我感觉他火不了 万一火了呢 火了就火了呗 哎 软了 他害怕了 哎 你看看 说明你方法不懂 他就这样 就听明白 姑娘有点任性 这个两个人谈了几年了 他谈了一年多了 才一年多呀 你未来就想嫁给他吗 那当然也想了 你想娶他吗 之前是挺想的 后来我就觉得 跟他在一块太累了 他做那些事 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现在我俩现在状态 就是他连吵都不能吵 都不搭理我 我现在跟他吵架 我就跟他妈说 你跟他妈关系好啊 我吵架还吵不过你呀 每次我有什么生气的事了 我又不开心的 我就跟阿姨说 阿姨每回都向着我 都批评他嘛 我就觉得我跟阿姨 跟亲母女一样 你妈喜欢他吗 他就骗我 他说阿姨对我 都是表面装的 其实觉得我是母老虎 根本不适合 跟他儿子在一起 根本不适合 做他们家未来儿媳妇 就我们俩每次吵架 他都是 大半夜一样点 他跟我妈打电话 让人不用睡觉吗 有你这样做事情了吗 那我不是把阿姨 当亲妈看了吗 我又没把我自己 当儿媳妇 我当人家闺女看了 这么打电话不对吗 行 你妈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就我妈就说她事多 所以你这个自我评价 和外界对你的评价 不太一样啊姑娘 所以我就想着 反正我最近请贤的 没什么事干 她在宿舍里面住也不在家住 我就想着 我就跟阿姨住一段时间嘛 我帮我去住一段时间 主任您清醒 这能行吗 不是您 说咋了 我又不是跟你住啊 你要不要聊 我是跟阿姨住啊 那你什么身份啊 那你现在就去 去我家跟我妈住去啊 我自己都没不好意思 我都这么道歇了 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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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这么想想 还是已经这想法 跟她母亲说了啊 我已经跟阿姨 还有跟她都说了 那你的阿姨是什么意见啊 阿姨就是也挺同意 挺赞同的呀 也挺好的呀 那我妈能轰你吗 你我怎么说话呢 你看她呢 对对对 行你的意思就是 现在你就是她的媳妇了 是这意思吧 嗯 就非她不嫁了是吧 对 所以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想调节一下 我俩的关系 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 你都非她不嫁了吗 但是她根本就不爱 我对我一眼都不好 对对对对 一个对你不好的男人 为什么你非要嫁给她呢 你不是让主持人 就是阿姨 就是我 我从小就是 我父母离异嘛 我本来是跟着我爸住的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我一年之前 我自己一个人出去住了 我自己一个人住了 就那段时间 我也没有朋友 就是我也没有朋友 之后我也没有家人 跟我联系 那时候她又出现了嘛 她就陪着我 我那时候就只有她 我就感觉她跟我阳光一样 就是我精神支柱 我什么事都跟她说 反正那时候 她对我特别特别好 她现在这样对我 我真的我就接受不了 我特别高兴 你自己把50%的真相 说了出来 如果你要把另外的 50%的真相说出来 可能会更好 这个我不勉强你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姑娘刚才的 所有表现 是特别奇怪的话 那么这个姑娘 刚才讲的这一段话 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姑娘像我描述了一个 单亲家庭 一直跟着父亲 成长起来的一个姑娘 在一年前 因为某些原因 姑娘自己住了 她没有什么朋友 也没有什么家人 愿意关心她 你把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了她的身上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这个要落空了 是吧 这就可以解释 她就不要我了 我能理解你的这个心情 你能理解吗 就是一个小孩 他把所有对未来生活 对自己的所有东西 他都要给到一个人 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可以理解 但是给的那个人会很累 会有点累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害怕吗 会有一些 怕承担不起 怕万一没有按他的想法 这可怎么办 所以男孩也不是说冷漠 男孩是害怕 我可以理解你姑娘啊 因为我知道 那百分之五十的背景是什么 但是理解归理解 刚刚二十二岁的男孩 你把这么多的东西都给他了 他承担得了吗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今天你来是来对的 之前没有想过这个 对 今天你是来对了 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听完前半段 再加上这个年龄 我们会觉得 这个女孩谈恋爱还没有谈够 认点性啊 也好理解 当然你说完后半段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事 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其实你也在疗伤 你对她的情感诉求 更多是你自己的需求 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觉得你对她的好 她为什么没有感受到 甚至她要逃 因为在恋爱当中的真正的好 一定是产生共鸣的 你所对她的好 在某种程度来讲 对她是一种负担 对 老师我就觉得 我对她特别好 她就一直在躲着我的感觉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其实一方面对她好 另一方面觉得 那我已经对你这么好了 那我应该要得到一点 对 我应该 最起码 我就觉得我爱她有百分之二百 她爱我呢 百分之二十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这种爱最终 你要以对方的这种感受为准 她得接受到才可以 她接受不到的话 那你的爱对她来讲 可能是一种负担 你原来的原生家庭怎么样 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你 但是对于一个这么年轻的 你的男朋友而言的话 她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心理素质 完全能够承载得了 她其实不是不爱你 她是累了 她是觉得一下子 面对这么多的事情要做 她做不过来 所以说对你来讲的话 我希望细水长流 你懂吗 就是如果你觉得她够好 应该要学会 按一下暂停键 然后给男生说 这个女孩目前来讲 你也听到了 她把所有的情感 都放在你身上 那么现在我能看到你在犹豫 如果你觉得能够给她 多一点的耐心 比如说她去医院了 后半夜打车自己回去 我可以暂且理解给你累了 但是那种行为 对她来讲伤害至深 无疑是在给她身上撒盐 和平时的吵架 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所承载的 要比别的男朋友要更多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 任性这么简单 你可能还帮她疗伤 你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你觉得你承受不了了 那就尽早地明确地 告诉你的女朋友 对不起 我真的做不到了 不要一直这样托 其实这种托 对她的伤害更大 爱就好好的爱 给她努力 给她一点时间 如果你觉得做不到 就赶紧告诉她 对不起 但是要感谢 她曾经对你的爱 好吧 谢谢余老师 男生是到考虑 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这个对你来说特别重要 严老师 女生 刚才余老师也说 你要去知道 你自己所谓对她的好 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想告诉你 你对她真的不好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好 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评判 就是你做了你认为好的事 她是不是开心 她不开心吧 她要开心的话 应该你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她就应该兴高采烈接电话 说亲爱的 怎么怎么回事 但她一百个电话都不接 她一定是因为看到这个电话 不高兴她才不接 对吗 是吧 你半夜一点钟去找她了 她看到你轰你走 她不开心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 过去的成长印记长大的 你可能受的伤 对于你自己来说是重的 但是她真的没有能力 去给你疗愈 也许你带着她 她跟你一样伤了 她疗愈不好 你她自己还得陷进去 你明白吗 尤其是这样一个 二十出头的男孩子 明白 所以我觉得她对你很好 可能换成别的男生 当你第一次发脾气 打一百个电话 吓得就跑了 她没有 她还在咬牙去坚持 所以真的你要去疗愈自己 我给你的方法和建议去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你要通过自我成长 来疗愈自己 可能曾经你认为 过不去的这种伤害 多读书 多运动 走出去看看 不是把所有的脑子 都放在她身上 整个一个恋爱脑 你会越来越沉沦 男生我给你建议是 你做不到 我们都能理解 但你不能给她幻想 你不能当出现问题 你就逃避 你告诉她 亲爱的 我真的做不到 你给我打一百个电话 我除了慌张害怕 我没有办法去爱你 你让她停止幻想 告诉她你真实的感受 也许她就能够 更快地疗愈和成长 谢谢老师 希望你们都能度过 现在难关吧 我觉得都是挺善良的孩子 好吗 你也别老指着她 你那个动作 我得批评你啊 你你你你你 不能老指着她说 这么漂亮的姑娘 就应该柔和下来 好吗 希望你们都能 快快乐乐地 健康成长 加油吧 谢谢严老师 我其实觉得呢 男生曾经应该很爱你 但现在我真的是 看不到他爱你 我只看到 他可能有两个层面的 一个是可怜你 一个是害怕你 他可能对你有一定的了解 但不足够了解 或者说以前有爱 他可以对你好 对这样的女孩好 他会全身心地对你 这是他的错 又何尝不是你的错呢 你为什么之前 能这么对他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让你改变了 你也没说 你在这个舞台上 话很少 但恰恰 这种冷淡是伤害了他 你让一个脚受伤的 他就是你的朋友 他不是你恋爱 他就是你朋友 你也不应该 让他自己回家吗 一百个电话 是有点过分 但你不急去说 到底背后 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吗 你怎么那么冷淡地 说我在忙 种种这种冷 我不知道 这是你的无奈 还是你在害怕 你越这么冷淡 他越慌张 越慌 他越做出一些 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 你到底爱这个女孩吗 爱啊 真的爱吗 没有哪个男人 如果爱一个女人的话 这个女人发生了 这么多极端的事情 你居然是这么冷漠地处置 真如果爱这个女孩 你可以继续 如果不爱 跟她说清楚 好不好 女生啊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好像你是蛮缺爱的 对吗 但为什么缺 是因为你自己 不主动地去找啊 你的直播间 为什么只能有她一个人呢 很多欣赏你的人 都希望能了解你 但是你不给他们机会 对 我就想让她一个人 你的现状是你自己造成的 不要怪上一辈 也不要怪这一辈 你不自己看中自己 没有人看中你 交往 恋爱 都是要有分寸的 你这个把握得太不好了 深夜里头 你去打电话 骚扰她的母亲 合适吗 太没有社交礼仪的 这种尺度了 所以说 先爱好自己 让自己有充足的社交圈子 你的世界里 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你的世界里 要容纳下所有的书 包括好的 不好的 然后这样 真正的是爱自己 不要做过度的事情 好不好 知道 丰富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变得越独立 自己就会越美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姑娘 我特别理解 你内心中的那种渴望 因为我也有 同样的经历 就像你对男孩 他对你不理不问 对吧 不管 不顾 但是你仍旧对他 一往情深 对 你找他妈妈一起住 我觉得 你就像一个 需要呵护的一个卵 想要找一个窝 能够温暖你 但是 其实我也一样 我小的时候呢 我父母是 两边家里 夫妻的 一个典范 但是后来 他们冷战了八年 最后又分开 然后我妈妈 天天以泪洗面 后来还生了 这么大的肿瘤 就我天天陪着他 最后高考 准备时间都没有时间 就是陪着他哭 陪着他聊 帮他去开胃 后来我发现 我自己的心里 受了很大的伤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 美好不存在了 永恒不存在了 任何真实 都太虚幻 所以我有一度 缺乏安全感 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是不敢一个人睡 我就觉得太寂寞 我就恨不得 买一个假人 抱着他睡 我也有这种感觉 老师 就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的伤 只能我们自己 来去疗愈 你知道吗 我后来想我怎么办 我曾经用过 不正常的方法 就是去搞各种 极限运动 就是让自己明白 生命还是有意义的 那后来呢 我觉得 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把我自己的这种爱呢 释放给 对别人的付出 比如说拼命做事业 带着一帮人去打江山 比如说带着 我们的高管 去旅游的时候 我帮他们 一个一个地去设计路线 那我觉得 我把付出的这种爱 从他们身上 得到了返回的爱 你不一定要在一颗绳上 吊死吧 你像一个花一样 你需要太阳 对吧 你或者需要 在你下面的一个土壤 去滋润 而它是一个石头 它自己不懂得 就稍微给你一点点 你就可以灿烂了 对吧 你把抖音上 其他男人都删了 就是求他 多看看你 其实每天看一看 又怎么样呢 但是他不是 那个能温暖你的人 并不是他不好 我也很理解他 说实在的 你刚上来的时候 没有说你父母的时候 我是什么状态 你在那边 刮燥的不行的时候 我就想拿一个封条 把你嘴封上 我就受不了 我能理解他的那种痛 他紧皱的眉头 而你一直拿手去指 我数了数二十多次 谁敢打手 老是那么指我 我可不可以把你打下来 然后你不断地 对他的那种索取 可能我遇见这样的人 我也会赶快跑掉 因为我的心受不了 他说了一句话 我特别懂 叫太累了 是 这就是他的心声 我要是看到那个情况 我也想静静 你理解吗 理解 所以你们两个 要想清楚 到底是不是合适 还到底愿不愿意 为了对方去付出 再走下去 我的建议 用你的力量 来改变你的心理 好 谢谢李总 谢谢 我问个细节 你说一年前 离开家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恋爱了吗 刚开始 刚开始 你知道对于 所有理性的父母来说 一有娃 他们就想了一件 特别理性的事 这件事就叫离开 就是我养孩子养大了 就是为了跟他分离 不是为了跟他黏糊在一起 不管是心理上的 还是物理距离上的 从物理距离来说 父母比你走得早 大概是常态 你比父母走得早 那是非常态 理解我说这话的意思吗 理解啊 你一直说你自己没朋友 为什么这么漂亮 我不是特别喜欢社交 喜欢跳舞是吧 嗯 所以跳跳舞做做直播挺适合你的 那不需要社交啊 你需要找一个能够陪伴你的 不是人 是一件事儿 你是开直播也好 去跳舞也好 是读书也好 去旅行也好 你现在真的需要这个 你得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让你从孤独当中走出来 一年前那件事情 其实我相信对你来说 是场噩梦 嗯 现在还没醒 他说你总得醒啊 你得接受这个事实啊 如果它没有发生的话 我相信不会有人 会让你在半夜一点多钟 去找你的男朋友 如果它没有发生的话 我相信不会你自己 一个人喝酒就喝到懵 然后开始伤到自己 对吧 你爹肯定是不愿意见到 这一幕了 所以对你来说非常简单 不要躲避了 你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人 面对自己的孤独的时候 你就得走出来啊 学会孤独 现在不适合谈恋爱 不适合把自己的手 交到任何一个男人的手里 一段恋爱 如果把两个年轻人 谈得这么阴郁的话 那还叫爱情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包就是 我可能就是 我真的太爱你了 所以就是给你的爱 就感觉很沉重 我也没有想过 你能不能承担得了 但是我会改的 就像老师说的 我以后不会 把所有的问题 都加在你身上 我是真的想跟你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么多 我才大晚上去找你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你真的承受不了了 你真的觉得你的压力很大 你可以 你可以放弃我 我都能接受这些结果 我也要想一想 我自己是不是适合 再跟你继续下去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个观众看的肯定就说 你们干嘛这样 你们干嘛这样 其实因为女生遭遇的 这段经历 在女生来说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应激事件 伤得也很深 所以我们也不愿意 在这个现场去揭开它 这个事有生活阅历的朋友 应该想到是什么了 就是一个姑娘 在这个世界上 变成了一个孤独一人嘛 你们想对这样一个孩子 打击有多大 那我们肯定不便于 当着他们的面 去把这件事说穿 对她来说太难了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那接下来就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吧 请 我又说你会出来了 我会出来了 两位年轻人加油吧 用爱的力量 牵着对方的手 一直往前走 下面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朋友的浪漫